这都是什么 那边有之前给你们的四首歌的改编版 你去听一下 好复古啊这个 NMP3 我就给您来的 粤语 好好听 听了听下一个 Work Me 我永远地相承 这不是费玉清老师的歌 CDG 哇 那么高啊 这个feel我喜欢 哎呀 到最复古的了 这个是四喇叭是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 哈喽 哈喽 哈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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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 哈喽哈喽哈喽你好 哈喽哈喽我是许位周 摩登兄弟刘维宁 我在这听歌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 那你来教教我这怎么用 这个我是会用的 我就按这个 对play嘛 play 对play没声音现在 是不是这个音量 他已经在转了但是 我觉得太坏了 他是应该放完了 得往回倒一倒 哎 但是他这个倒的这个尖的也坏了 就 是是这么用的吧 没人教教我们吧 就是 我们就 我们我们第一第一part 我们就卡在怎么怎么用收音机上吧 哎 还有人来 请进 我要去敲 不是开不了门吗 客气 哇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认识吗 你好 坐坐坐 客琴坐这边 新来的客人坐这里 真的 我们年轻人还是不要客气吧 来 坐坐坐 随便坐 哎呦 我跟客琴在香港 最多的时候在聊小朋友 对 因为我家小孩的学校 跟他小孩的学校隔壁 隔壁 那我的小孩是不是最小 我也有一个儿子 他今年五岁了 我是八岁跟十二岁 两个 九 九岁跟十二 九岁跟十二 你是不是放弃了 不会骂我 你知道我上次去接我儿子 我在想到那个成龙大哥 有一次讲那个笑话说 他去接小房子 然后就 怎么没来上学 结果人家说 我已经升中学了 你去小学等我 我有一次是把我儿子的年级记错了 很容易 天哪 有些是我们的工作 让我们错过很多 快忙 而且我觉得有下一代之后 影响了我的唱歌跟创作 你们有没有 有 有 我觉得很难去讲是哪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那个整个思维跟整个态度 跟你的表达的方法 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在录的那些歌曲 现在可能在演唱会里面 再唱一遍的时候 其实感觉上虽然是同一首歌 但是那个感觉上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当年唱对面女孩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要唱一个那种高中生情兜粗干 然后慢慢我现在 我的女孩长大了 变对面的大妈看 在我心中永远是少女 对 永远是我的女孩 听说你就好像什么 增肥然后又变瘦了 有一部电影 我吃到了200斤 电影里面要我增肥 我每天都是绑鞋带绑不到 因为肚子太大卡 因为我走出去被拍到 然后被人家看到 我说 你这歌手真不自爱 颓废 然后我去年答应了演唱会 然后我一上台唱 底下一阵安静 我说大家好 我是任前几 大家 专业 专业专业专业 有个笔就好了 不是 您有笔吗 笔就我用下不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